看着这样嚣张的灵九泽 苏西突然又相信 他以前是江城的恶霸 一行在楼上 我带你去见他 苏西踩着木质地板往上走 低头看去 男人亲密地摸着德木的头 一人一狗 看上去很是和谐 苏西却突来得心寒 替巴喜心寒 巴喜其实一直没忘记灵九泽 经常趴在他以前的书房外面 听里面的动静 以为他的主子会在里面 而灵九泽 却早已有了心欢 把巴喜给忘了 那个苏西 对不起啊 第一次来就让你为难了 你不了解我二叔这个人 他特别互断 你今天叫他二叔 他硬了 以后啊 你有什么事找他 他一定会帮你的 谢谢你阿姨诺 别客气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虽然不熟 但我一直都很佩服你的 一直想和你做朋友 我们就是朋友 一航 我进来了 里面的人不应声 灵一诺直接推门而入 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 窝在沙发里 抱着平板打游戏 听到有人进来 头也没抬 灵一诺 这是我给你新找的家教 他是我同学 你不许欺负他 听到没有 听到没有 哦 我弟弟比较难搞 你千万别放弃 放心吧 灵一诺带着苏西 往门口退了几步 把灵九泽的电话 存在苏西的手机上 那个 我约了人 现在就要走 你先和一行先磨合一下 他要是欺负你 你就找我二叔 苏西觉得 他就算被灵一行 打出灵家 灵九泽都不会管他 灵一诺走了 苏西在房里转了一圈 走到书桌前 家庭作业都摆在那儿 一个字都没动 再按下来 还有 这是